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减零彩妆总共有四个重点 这四个重点分别就是 第一个就是要强化保湿 第二个就是要轻薄粉底 第三个是要心肌体谅遮瑕 最后一个就是第四个 就是要避免老气的化妆手法 首先第一个就是强化保湿 肌肤在老化初期最常见到的问题 就是会觉得非常的干燥粗糙 失去弹性 而且在脸上的纹路也变得非常的明显 因此妆前保湿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首先我们可以选用适合自己的 肤矿的保湿产品 甚至是之后用的乳液或者乳霜 来加强妆前的一个打底按摩 不仅能够打造非常漂亮的透亮的婴儿肌肤 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妆效的持久度 再来第二步就是轻薄粉底 那我们前面呢有提到老化的肌肤 容易有缺水的问题 因此呢尽量我们选用的是比较轻薄的粉底 因为这样的粉底呢 不仅能够透出水量肌肤的质地 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流行的就是薄透又很自然的这种底妆的趋势 接着呢就是我们的第三步 就是心肌体量遮瑕 那首先你可以选择呢 就是比你肤色在前一号的粉底 那要拍在我们的眼睛下方 还有我们的笑肌的上方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打造我们这个苹果笑肌的烹润感 然后接着我们再使用遮瑕产品 来遮住我们的黑眼圈还有发令纹 最后第四个 避免老气的化妆手法 老气化妆手法呢 我们整理了三个重点 那第一个就是眉毛的初期要刚好 避免这种过于高挑的眉峰 那第二个就是避免过多的颜色在脸上 那尽量把唇彩 腮红 还有眼影呢我们都抓在同一个色系来使用 那第三点呢就是不要描唇线 我们要加强这个嘴巴的烹润感 所以我们要用到的是这种护唇 或使用唇蜜来打造 那你看这样子呢 我们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减零化妆术了 是不是比原来呢看起来更自然 更加的可爱呢 最后再帮大家复习一下这次的彩妆重点 第一个就是强化保湿 第二个是轻薄粉底 第三个是心肌提亮遮瑕 第四个是避免老气的化妆手法 大家都学会了吗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除了减零彩妆之外 更重要的是还是要透过防晒的保养 均衡饮食 运动 良好的睡眠 才能够留住胶原蛋白 永远保持动灵美肌 喜欢Miss爱漂亮的影片吗 赶快分享 并按下订阅或追踪 就可以得到第一手的美妆技巧 或者明星美丽秘诀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